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吸引你的兴趣就是说 这个作者本身是个美国人 但他是嫁给了丹麦人 对 他的先生是丹麦人 然后他就到丹麦去生活 是的 然后丹麦这40年来都是被 这个大家认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国家 对 最幸福快乐的国家 这个所以他一定有什么秘密在 这本书其实这个作者开宗明就讲 他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秘密 其实他说很简单 就跟他们这些所有人民从小长大 被教养的方式有关 没错 你要不要谈一谈这个作者的背景 是 阿曼这作者呢 他其实是一个人类跟文化的研究者 那他取得心理学位之后呢 那他后来呢就是嫁去丹麦 然后呢 那他跟他先生结婚的时候 他就发现 他先生那个丹麦家庭啊 跟他从小到美国成长的那个家庭 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我们大概大家都知道 美国他是非常强调 个人主义 竞争 对 是非常竞争的地方 那他去丹麦之后发现说 他那边大家都可以 无时无刻很和谐的 就算全家人相处在一起 都能够表现出那种 他感到他所谓丹麦是那种 呼格 他就是有一种丹麦人的幸福的哲学 就是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的在一起 呼格意思就是舒服 对对对对 那也是他们一个特色 那其实这几年来 像是丹麦他从1973年一直到最近 他几乎年年都被 那个经济合作剧发展组织 评选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 从1970年代开始 就是说超过40年的时间 丹麦人都被选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那到底是有什么秘诀 为什么会一直这么幸福呢 也有很多的节目 像是60 Minutes 60分钟啊 或者是欧普拉 也都有特别做一个专题 那在讨论说 到底为什么是丹麦呢 那不过作者呢 这位作者 杰西卡美国人 他跟他的另外一个共同作者 是伊本 他呢也是丹麦的一位 叙事治疗师 心理执商师 他是专门负责 这个儿童跟家庭的这个辅导 是没错 那那个伊本他本身是丹麦人 他们两个就是在研究之后就发现说 其实丹麦人幸福的秘密很简单 就是跟他们从小长大 父母教养他们的方式有关系 是 所以那他在这里面呢 就有提出几个他们的观点 就说到底是他们在生活上面 做了哪些事情呢 可以让丹麦人培养这种 就是很需要耐心 很需要练习 决心觉察的能力 怎么样可以平衡的能力 这种对 很难得的 没有办法测量的 就像这个作者他讲的 他一确实发现 丹麦的小孩都很个性开朗 情绪稳定 我听了就很羡慕了 小孩子最需要 其实训练这两个特质很重要 没错 而且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尋规到不是尋规道具 而是能够在正轨上面 去发展自我 没错 那这本书就像他讲的是 他就像作者一样 让你透过一个丹麦的 镜片的视角 来看这个整个世界 这是Jessica她自己这样子讲 那丹麦人这个 为什么会幸福 这是就像您刚刚提到 大家其实都很有这个兴趣的 谁不愿意自己幸福 谁不愿意自己快乐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有些人看这本书以后 我看他在续中又写到 就是说 受到感动 就说这本书 这不是只是一本书 他说它可以造成一种运动 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其实就是说 因为我们人要幸福快乐 他书中挺很清楚 就是要能够跟家人处得好 要跟朋友处得好 其实也就是很多心理学家 你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 那你的一切这个对人的信任信赖 就是你的快乐来源 那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能够自尊自重 然后能够解决问题 能够面对压力 能够有同理心 他这里面用parent 父母这个字 做开头 对 找出了六个这个guideline 没错 就是指导原则 来谈这个如何来教养小孩 那我看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等一下请您谈一谈 在这之前呢 我觉得里面 他对父母很大一个提醒 我在看 因为我现在我们家 也两个青春级的小孩 所以我这个始终在不断的学习 做一个如何跟青春期 小孩相处的这个父亲 是 这是大挑战 对对对 他说 其实里面有一个提醒我 就是说 你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这个你一定要冷静 父母冷静 小孩就会冷静 的确 所以你要先检视你自己的这个 大脑里面的预设模式 就是你小时候被教养起来的时候 所以有一些 因为我们都是上一代的教养 所以我们有一些预设的模式 都会不自觉的时候 你那种直觉反应 就会用你父亲母亲 当年教你的方式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没错 或是当然我父母 因为都是老师了 所以这个 他们有他们的教养的特性 但也会影响到这一代的人 你就有一个预设模式 但这本书就会提醒你 怎么样去观察 内观自己的预设模式是什么 要避免这些 不正确的预设模式 没错 你要不要谈谈他的这个 刚刚讲的六个 这个所谓的 他强调的一个教养小孩的重点 是 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作者 他要从六个面向去谈 那这六个面向 分别是英文的那个教养 parent 父母 首先P呢 他指的第一个P 就是指play 游戏 对 那怎么样可以让孩子 从自由自带游戏 我们都以为孩子只是在玩 其实作者觉得 孩子在玩的时候 就是在认真学习 对 对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再来第二个呢 A的话代表 真诚的意思 那他说什么叫真诚 就是你能够让孩子 面对挑战的时候呢 他能够培养出 所谓的成长型的心态 而不是说定型的心态 因为你如果怕犯错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真诚 那父母要怎样在家长的过程中 给孩子这种 能够让他真诚表达的环境 对 那第三个的话是R R的话 它是reframe 意思是说重塑观点 你要怎么样去抛去你的旧框架 用一个新的框架 去看待你的孩子 你发现转变 你会发现 如果你转变你的心态的话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 例如说小孩子的 都不一样 对对对 或者小孩子的天赋在那边 那再来第四个的话是E E的话是Empathy 这同理心也是最近 非常在情感教育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你要怎么样让孩子可以 有这种可以理解 然后或理解别人 然后呢 也要理解自己 也要接纳自己的 这种的同理心 这就是他觉得幸福 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再来第五个的话是N N的话他是说呢 不要下最后通牒 这是我们父母常犯的错误 东方父母应该就很有感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对对对 他就是要强调我们说 你不要用那种长辈的权威去压力 三分钟之内 你要到达哪个定位 这绝对比较 没错没错 对我们是在 我们是在教养孩子 不是在行军 对那用更民主一点的教养方式 怎样可以去培养出 充满信任感跟示意令强 又快乐的孩子 那最后一个T的话 还是讲togetherness 就是说团聚的时光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家庭时间 对对对 就是共聚 家庭共聚的时光 对对对 前面我们有提到丹麦说的 互格这种舒适感 他们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他们怎么样建立 这种很强大的社交网络 那对他来说 也是他们能够幸福 非常独特文化的部分 我们大家可以深谈一下 我们先回头 第一个来谈一下这个play 我觉得丹麦最有趣的 就是他国家禁止 小孩子七岁以前上学 这个我们真是没有生在这个国家 对我们 在太长出身了 你看看台湾很多的父母 从小就幼幼班开始 没错 就送进去 学这个学那个 其实他强调太早学习 不见得是好事 对不对 当然 以丹麦人的观点 对 就像你刚刚讲 他觉得他在游戏在玩的时候 他就是在认真的学习 没错 因为他在学习之中 他学习怎么样跟人家 玩伴相处 没错 这一个社交行为 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然后你要怎么自己去处理 你面临这个游戏中的这个问题 是 你就是自主的精神 然后你自己呢 要学会怎么判断 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对于自控的能力 还有社交的能力 对不对 你要怎么跟人相处 对对 他举个例子很有趣 就是说你看两个小狗在那边 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地上滚来滚去 这个任何动物都有这个天性 其实这个他小狗在 也是在学习 这个中间学习什么 学习情绪的控制 对 因为有一个是攻击者 有一个是臣服者 一定有一个压的一个 咬的比较多一点 或什么 所以在这个中间的时候 角色可以常常互换 没错 但是这个中间 你就不同的这个情绪的体会 所以这个让小孩子玩游戏 不过他强调是没有插电的这个游戏 就是不要去搞这个iPad iPhone 这种游戏 对对 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的时代 实在是 应该是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 让他们去探讨大自然的这种 没错 还有各种 所谓跟同伴一起 共同努力的游戏 对 那作者也很有强调 就一开始他就是开中民意提醒说 你是不是有过分安排 你孩子生活的倾向 那种过分安排就是说 我们都会帮孩子安排上 欲动课 对不对 什么样的一定要选一种 可以让他学点什么 这我深有同感 但不敢多言 怕说不完这样子 对 或是怕引起老婆的反弹 对 所以他说强调说 我们这个游戏就是要让孩子 自由自在的玩耍 那你不用去担心说 他会学到什么东西 那就像金先生您刚才说的 他你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 你透过角色的扮演 然后呢 你这样子轮流去的时候 其实你这个中间就已经在学习 怎么样跟人家社交 那父母给孩子一个 这个环境是很重要 就给他一个这个机会 这个环境是很重要的 你就不用担心说 他会学什么东西 所以他里面提到一个观念 就是你要学会内控 还是外控的倾向的辨别 那你最好是去年小孩子 就是说从游戏中 他可以养成一个内控 没错 内控型的人格 对 那因为什么是外控呢 就是内控 其实最主要就是指说 一个人感到自己能够掌控你 不论什么大小事情 或人生中的这个事件程度的多化 你是受外在的因素控制呢 还是你自己 内在的 内在的自己学习的这个 所谓的内控的能力嘛 是 这两种就差别很大了 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个人 他做什么事都会很在乎别人的眼光 或是说今天别人称赞你 或是让你才会好 这样子 这种外控型的人格的话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掌控他自己的命运 他觉得他的命运都是受外在的环境去影响 那内控型的孩子的话 当然就完全不同啦 他觉得 他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掌握在自己身上 那其实他里面还有提到一个 所谓进测发展区间的理论 对他这个理论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所有人提出来的理论 对对对对 那他说呢 父母你要做的并不是帮孩子 把所有的事情都做 就是把手 不是要手把手的去教他 而是呢 孩子他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其实你只要轻轻的推他一下 轻轻的拉他一下 他就会 有他自己的能力去学会 然后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是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的谈一下这个游戏 因为这部分太重要 而且对我们东方的家长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 欢迎回到周末念经书 我们今天是跟这个天下文化的编辑 陈梦军小姐一起谈 他们去年出版社出了一本新书 叫丹麦的幸福教养法 是 因为这个丹麦是被世界几十年来公认 这个最幸福的这个国家人民 那这个他们为什么幸福呢 这个上一段的时候 开中命运就讲 跟他们这个父母教养 他们的方式有关 那谈到的就是 小孩子要多让他游戏 尤其是七岁以前 因为丹麦是七岁以前 这个不准上学 那七岁 十岁以下呢 他是可以上学到下午两点 两点以后就自由选择 有一个自由时间学校 也是以游戏为主 好 你可以去参加那学校 所以他强调说游戏 其实是在这个 这个儿童这一段发展期间 其实最好一个认真学习 有各种 其实你可以学到很多 你们刚刚我们上一集也提到了 他的社交啦 是 自尊自重啦 解决问题啦 能够灵活的这个判断力啊 这些都是很棒的这个学习 我里面觉得很有趣 就是他们logo是丹麦发明的嘛 那个Lego 不是Logo Lego 对 乐高 Logo是标志 小孩子都非常 大人小孩都很喜欢玩的乐高 对对 这个他们就是这样游戏发明出来 而且他的丹麦文的印象 意思是play well 就玩得好 好好玩 这个您要不要再谈一谈这个 玩为什么是好事 对对 您刚刚谈到了这个 所谓的进策发展 对 进策发展区间的理论 再多谈一点这个 您要不要 我 其实这跟我们大脑的 我们人演化的那个大脑的 它的一些原始的 本能的反应的设定是有关的 例如说我们都常知道有一种反应就是 我们大脑遇到压力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种 你不是跟敌人对战 就是逃跑 所谓的战或逃反应 fight or flight 没错没错 那游戏之可以达到的效果 刚好也是这样子 我们以为孩子只是单独的在玩什么警察 抓小偷 你追我跑 其实它就是在这种处在压力的状况之下 你的战或逃的反应 它是要有这种经验才能够去培养训练出来 所以呢 作者有提到说玩为什么是好事呢 其实玩不只是玩 他也是在学习怎么处理压力 对 所以父母呢不需要 适当地助他一辈之力 从开始你要判断 他说有一个所谓的 实际的发展层次跟潜在的发展层次 譬如他越过障碍的时候 他刚开始要完全你帮助他 但你不要一直完全帮助他下去 没错 你看他稍微好一点 你就用一只手拉他 到最后用手指头带他 对 轻轻看他一下就好了 最后就是放手让他过去 没错 这个过程是很重要 我们父母要做的就是只要搭阴架 他里面有所谓的一个阴架理论 那你就是慢慢拆 就是孩子过了你就可以拆掉了 这样子 对 那我们你要不要谈他的第二个 就谈到了这个第二个守则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要真诚 这个真的是也很重要 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有很多的经验 就是你面对一个情境的时候 孩子会对你说实话吗 或是他可以坦诚的接受他犯下的错 而不会说因为他怕犯错 所以他会想要掩饰太平什么 那对像这样子的真诚要怎么配养出来 他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就是在于你称赞孩子的方式 你平常是怎么承赞孩子的方式 你会承赞孩子 如果他今天表现很好 你会说你好聪明 对不对 考试考这么高分 还是你会说你好努力 你很努力准备这次考试 对 所以不要过度的赞美 是他强调的 没错 其实他里面提到 我以前也上课 说办案也要举例 就是说各国的父母都不一样 小孩子画了一张图 画的其实不怎么样 那美国的父母就会讲说 哇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genius 你太棒了 fantastic这样 这个就是过度赞美 对不对 那东方父母又矫枉过正 你就想说你画得太歪歪了 你怎么歪歪的呢 你为什么要用黑色呢 为什么不用红色呢 其实他教的是说 你应该就说你努力画的 你在想什么 没错 你可以看到 你要看到小孩子的细节 你为什么这样画 你会问问题让他去谈 你这样想很棒 你会这样画 你有这样的想法很棒 不是这种过度的赞美 所以作者他在去到丹麦之后 他就发现丹麦有这种 他所谓真诚式的赞美法 他看中的是孩子 努力的过程 然后呢 他鼓励孩子不会去过度赞美 那我刚刚说的 你称赞小孩子聪明 跟称赞小孩子 努力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 就是呢 你称赞小孩子聪明 是称赞他的天赋 天赋这种东西是不会变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定型的心态 但是呢 你如果是称赞他的努力的话 努力是可以人为的 是可以后天去努力的 就代表说 你有看到小孩子 他在什么样的 做这件事情的细节上 他付出了哪一些努力 那你去 如果你这种 两种称赞方式下来的话 你会对孩子的影响就是 他的心态会有两种 照他讲 一个就是一种叫 定型的心态 没错 定型的心态 他就认为这个 我都是靠我自己的天赋 天分 那他又怕自己表现不好 他就会逃避 没错 没错 然后这个 他里面举了一些实验的例子 对不对 这些所谓的定型心态的小孩的时候 他比较会作弊的 他最后报成绩的时候 他为了怕觉得没面子 因为他怕成绩不好看 他就虚报成绩 那这另外一个相对的就是成长型的心态 他就觉得我只要努力 我就会继续越来越好 没错 所以他就比较比较之下 就比较不会去虚报成绩了 他会比较真诚的接受自己 面对自己 你不足的地方 你还可以再加油的地方 而不是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对 他这个 他那本顺悦兵强调一个字也很有趣 他就是说 他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其实这本英文翻得不错 因为我已经谈了很多翻译书 我已经很能 谢谢 看到这个 这个翻译者真的是功力不错 他其实也有讲到 就是说这个 从小就要让小孩子去 这个培养一个 所谓他讲内建的罗盘 是 这个罗盘就是他将来长大 指引他做任何事情 做价值判断的 一个定向 一个替你指导他的一个 这个等于方针 对 一个原则 那怎么样去建立这样的时候 他说从一开始要去 他真诚地面对自己 要知道自己会负面的情绪 没错 你不是一昧的 所以他说父母在做 父母的教养很重要 你碰到不愉快的事情 父母也不要 这个 好像一定装着说 没有关系 微笑的这个 这个没事 其实在你跟小孩子 在谈这个事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这个失败 其实你也会居上 对 也会难过的 但你会面对他去克服他 没错 所以要真诚面对自己心中的感触 然后尽量去培养正面的想法 也就是他们讲的 positive thinking 对的 就用正面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所谓的真诚就是不自欺了 那父母们要以身坐着 回答问题要诚实 这个是父母 这个要戒指的 所以要做这点真的很困难 所以这个 也要容许小孩子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跟你不一样的时候 你会跟他讲说 你这样想 但对我来说 我是怎么想 其实有一点平等对待 但你就是 你就是让他成长 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的 对 另外他也提到了 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谦逊的重要 这一点其实不论大人小孩都很重要 为什么要谦虚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继续谈丹麦的教养法这本书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书 我们今天跟陈孟军小姐谈的是 丹麦的幸福教养法 天下文化去年出的一本新书 这本书其实它是由浅入深 有那么一点味道在 但是让你看起来以后 其实会引起很多的共鸣 尤其身为父母者 他告诉你为什么丹麦人士 这四十年来都被认为是 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民 最幸福的人民 常见我们刚刚谈到了 就是说 提到的就是赞美小孩 然后不要过度赞美 其实要教会他们就是要谦逊 就是要谦虚了 那就是要能够明白 并接受自己与众不同之处 就是说与他人不同的 但是不因此而自傲 但是我知道我是这样 但是我能够很谦虚面对 虽然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但是我是接受而且明白 但我不会骄傲 这个对小孩子 尤其是好学生的话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没错 那再来一个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有六个这个 他的这个要者 现在讲第三个而已 要轻轻谈一谈 点要谈一谈 第三个就是重塑观点 英文是reframing 你要不要谈他的观念 其实他就是 他来自一个 西方一个学术 所谓的框架效应 就是说你要抛去你过去的框架 他讲的就是拿掉 作者说就拿掉你的旧眼镜 那你要去用一个新的框架去看事情 像我们刚刚有讲到 我们要去称赞孩子 他努力的过程 那这个的话 父母有一个要学的话 他有个什么方法 有什么方法可以参考 就是呢 你要可以看到小孩子 他表现的好的那个部分 然后你要去 怎么样去加强他 对 不会像我们以前就是 都会一直挑孩子的毛病啊 对不对 那他这个重塑观点 他就说你要去抛掉 你以前看孩子的样子 那你要去看他 小孩子他可能对什么地方有兴趣 他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努力 这个细节 如果你能够掌握到的话 其实我们整个看待世界的方式 都会很不一样 是 意思就是说 父母 因为你父亲 在教你这一代的时候 你受到他的影响 因为每个人都是受到 父母的影响 跟社会文化的影响 所以看事情都有一个固定的框架 也都有一个预设的模式 所以他要你 都有一个frame在 一个框架 他要你有reframing 就是要你 抛弃掉旧的观点 刻意地从正面的角度 去重新诠释 你看到的这个事物 所以这个 其实就是说 你要让小孩子 用一种很 实事求是的态度 去看出来 任何事情不是非黑即白 他有一些灰色地带 所以你要用正面的角度去看 所以这个 你要叫他 讲到不是成功就成功了 就一定是胜利 失败不一定就是 好像这个 很差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让他去认识 任性的重要 我觉得他里面讲说 一个人会成功不成功 跟他的任性 有绝大的关系 也就是他不怕挫折 没错 那很多成功的小孩 出名的小孩 太早成功 大概都 这个任性比较差 那你看那一种到最后 能够出人头地 很多都是 就是他讲的任性 比教育还重要 比经验还重要 这个真的是 教育经验都比不上 你自己的任性 那训练也不一定 能够一定达到 但是你能够面对失败 重新站起来 这种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 然后他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所谓 他丹麦的一个很特别的 看事情的角度 就是他们所谓的 现实的乐观 对 那丹麦父母呢 一直都是这样教 他们孩子的 这要怎么练习 这种现实的乐观 例如说 像今天这么冷 对不对 这种冷死人的天下 丹麦人 他的特色就是这样 就是正面乐观的 positive thinking 对 从另外一个角度 对 虽然说环境很恶劣 但是他们可以有一个 看待事情的角度 帮助他们 那你刚刚讲的 那个任性的话 也是现在许多教养术 不管是教养术 或是职场工作室 常提到的一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人要有一种 毅力 那种 还有这种 从遇到挫折之后 怎么样可以快速的 复原的这种能力 就是所谓的任性 对 所以他刚刚 您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 这个丹麦的父母 其实在强调 这个所谓的 重塑观点里面 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父母要会去协助 丹麦父母都很擅长 就是协助自己的小孩 表达自己的情绪 没错 那然后他情绪表达出来 如果是负面 你再引导他 找出更有建设性的事 而不要这个 所谓的画地之线 困在这种 负面的情绪之中 这个就是重塑观点 其实最要做的 那你就帮助小孩 你譬如说 他讨厌一个小孩 你就把他找出 这个小孩好的一面 他如果很生气 这个小孩做什么事 对 你就把这种情境 好的找出来 他说不定是 所以他们里面 讲到丹麦人 通通比较有同理心 到这个也讲的 就会觉得说 他是不是今天 心情不好 他千里不好 而他不会对他的行为 就是他的意思 就强调 人的本质跟行为 要区隔开 对 这点真的非常重要 您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 他们这个 重塑框架观点 他可以引导出 一个人的同理心 就是说 今天这个小孩子 表现得很 脾气很暴躁 或是说 他行为 好像看起来很坏 他是不是今天 有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你会不会去 多问孩子两句 对不对 或是多看看孩子 今天是不是 什么状况 导致他这个行为 因为你表现出来的行为 只是外在的 可是东方的父母 你今天发生什么神经 对 你又在做怪了 如果你用这种 这个我都 我都会犯这个毛病 如果你下了这个定论 那这个案子就结了 就到这就结了 但是其实孩子 他一定是有发生什么事情 他才会有这些表现 没错 所以你要去引导 他的情绪出来 然后再去从证明 其实这个父母 像我们现在 在看这些书 或在学习做 这个青春期 叛逆期 真的 都是一边看书 一边学习 是 一边在采摩 真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有耐心 孩子是来交付 要有耐心 对 彼此都能学习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我们继续 还有几个 两个吧 对 我们要加油 再谈一谈 是 欢迎回到中方念经术 我们来继续谈 丹麦的幸福教养法 让我们都能够 每个家庭 看能不能在教育小孩上 得到一些帮助 陈小姐 我们刚刚谈到了 这个重塑观点 然后也谈了一点同理心 这个同理心很重要 其实同理心是 你没有同理心 你其实是不会快乐的 因为你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上 你有同理心 才能跟人家相处 那你要不要谈一谈同理心 我们刚刚有稍微讲了一下 就是说 我们看孩子的行为 说把他的外在的行为 跟孩子的本质去分开 其实他这个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说你要去同理孩子的状况 那这个同理的状况的话 就是要先从大人开始做起 我们大人先 不要每次都把孩子的表面的行为下定论 那孩子自然也会从这个过程去学习 他看待别人的时候 看待他的玩伴 他今天这样子 他是不是背后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对 那这样就可以 他有同理心就比较不会去霸凌 的确 这个所谓的 他这里面书里面提到丹麦的王菲 就在提倡这个反霸凌 终结霸凌 他里面 其实你有同理心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霸凌 所以教导小孩子的同理心 是非常重要的 他丹麦的教育课程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情绪教育 他的情绪教育怎么做 他会给小小孩看很多人的表情的图片 那就是说你去看这个图片 你猜猜看 你可以推测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情绪 对 他从很小就开始来做这件事情 他其实那里面顺便提到 其实小孩子 他说尤其一岁半的小孩 其实你可以看他就有天生的同理心 所以人除了有自立之心之外 我们中国讲性善性恶 其实是两者兼备 他的意思 他说一岁半小孩 你如果一个大人东西掉下来 他会急着帮他去想要捡起来还给你 没错 就是想要帮助他的人 对对对 可你用力摔的他就不会去 他也能够分辨你 没错 你不是这个不小心掉下来 不需要帮助 那我们再来谈一谈 因为时间不多了 谈一谈这个不下最后通牒 这个是东方部门也常要做的 没错没错 我们像丹麦人他看小孩子 例如说像因为作者他是美国人 所以他说美国人他会有一个对两岁小孩的说法是说 Terrible Jews 恐怖的两岁 但是丹麦是怎么形容这个阶段的小孩 他说这阶段的小孩是在 Bounder Age 对Bounder Age 测试界限的年龄 他要测试父母的那个界限在哪里 对对对 太一直在学习 对所以在丹麦人的心中呢 小孩子去测试界限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所以丹麦是在1997年就全国禁止体罚了 就是你教育小孩 对 但是美国呢 他50个州全部都容许私立小学体罚 那公立小学有31州不准体罚 所以这个 可是书里面举出很多你体罚小孩 打小孩 一直会造成负面的这个效果 尤其会让他们长大之后 有一些心理负面的这个成长 所以一定要避免用体罚小孩 那你父母一定要 腰球高很好 他说这种恩威病重型的父母 其实是最好的 对当然 我常想我算不算恩威型 有那么一点点 真的好 因为你腰球高也要听得进小孩讲的话 当然当然 你要听得进小孩的话 那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 没错 没错 好 所以这个 我们要信任小孩 我们要协助他们找出 看待自己的方式 也是这个作者所强调 最后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谈谈 他的这个特有的文化 叫做HUGGER 你刚刚讲 HYGG 是丹麦文 没错 丹麦的幸福哲学里面 很特殊的一块 是是是 因为对 我刚刚有提到作者 他是美国人嫁去丹麦 他说那种节庆的时候 虽然看起来好像大家很团聚在一起 其实是对他来说 是压力很大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在过农历十年的时候 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农历未结婚的男生女生 最怕碰到家人 讲你什么时候结婚 然后结婚了还没生下来 就问你什么时候生 但是他说 作者说他嫁去丹麦的时候 他就有点被他们家人相处的方式 有点吓到了 因为他们就是 看起来很寻常 吃吃吃饭 喝茶 吃蛋糕 或是什么都不做 有时候一连团聚就是数日 然后大家都可以这样和气相处 不像美国人都在涮海 什么时候可以 什么时候可以赶快假期结束 对对对 对 但他就发现说 这个他们丹麦人 有一种叫做Hougar 就是可以舒舒服服 住在聚在一起的这种状态 温馨的家庭团聚时光 对对对 我看了这就体会 趁这个小孩子 现在虽然是青春节 还有一个听一点 我太想说我们一定要最好是去坐游轮 把他们关在床上 哪都去不了 家庭团聚时光 玩玩大富翁 什么这些都很好的 对 他就发现丹麦 真的他们会花时间 而且很重视这种 而且他们有一些 这个彼此的要求 就是不要批评人 在这个时光里面 也不谈论这些隐私 大家就是找一些 真的是都很愉快的事情 一起做一些团体的 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 然后享受美食 然后享受快乐时光 所以他里面后面这本书 最后订了一个 所谓的家庭时光公约 对不对 这个Hougar公约 所以这个台湾可以 其实台湾家庭可以参考 这个小孩子 像到了高中的年龄 可以坐下来 说我们出去旅游 让我们订好一些公约 这次旅游 我们是全家一起出去的时候 就刚刚讲 关在这个 有什么烦心的事 以后再处理吧 我们就先聚在一起 就享受这个家庭欢乐时光 这是丹麦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 所以看完这本书 这个大概了解说 丹麦人会这么多年 都当选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民 真的有一些 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陈梦军小姐 谢谢丁先生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书 谢谢 谢谢